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受到政府 财团 裤着黑暗势力的高度控制 而角色利用其中的漏洞做出了某种突破 在赛博朋克中 设定的场景倾向是在地球上不远的未来 也通常是后工业的反乌托邦 侧重在文明的动荡和科技 被原发明者从未预期的方式所使用 赛博朋克的作者们都试图从侦探小说 黑色电影和后现代主义中社区元素 描述20世纪最后20年 数码化社会不为人知的一面 赛博朋克的反乌托邦世界 被认为是20世纪中叶大部分人 所设想的乌托邦未来的对立面 总的来说 赛博朋克的风格主线 就是反映出科技高度发展的人类文明 与脆弱渺小的人类个体之间的强烈反差 同时外界与内在 钢铁与肉体 过去与未来 现实与虚幻等矛盾在其中交织 看似对立 宿命却连接在一起 而在赛博朋克中 常见的元素有 黑客 数位空间 虚拟实境 人工智能 控制论与仿生人 半机器人 都市扩张与贫民窟 反英雄 大型企业 基因工程 人类增强 生物工程 以及恐怖主义 而这些元素也都将会出现在2077中 其实以赛博朋克为主题的作品非常的多 包括小说 漫画 电影等 例如非常经典的黑客帝国系列 17年出版的《银翼杀手2049》和 工科机动队 以及在今年刚上映不久的 《阿里塔 战斗天使》 当然这些文字以及影视作品 会让大家更加了解什么是赛博朋克 但是对于游戏赛博朋克2077的玩家来说 可能其他的赛博朋克游戏 才是更有借鉴价值的 特别是目前对于2077的很多游戏设定 都不是特别的了解 那有一些设定内容呢 我们可能还需要以其他游戏内容做参考 来猜测有哪些会被设定在2077中 那么接下来我就简单的罗列一些 其他的赛博朋克主题的游戏 赛博朋克2013 又名赛博朋克 黑暗未来的角色扮演游戏 作者Mike Pondsmith 发行时间1988年 作为第一版本的最受欢迎直笔RPG游戏 赛博朋克2013包含了三个小册子 为玩家提供所有需要的背景资料 另外还有所有角色介绍手册 以及一对头子 第二版本1990年发行 游戏中时间线发生在第一版本的7年之后 所以游戏名字为赛博朋克2020 而第三版本在同年发行 名字为赛博朋克V3.0 只不过游戏故事内容被重新改版 而最终此游戏内容被视为非正点 也就是变成了野史 那其中2020在后续也被不停的改版 1990年为第一版 91年为2.00版本 93年为2.01版本 最后13年公布了3002.2版本 最后就是另一个作品 名字为赛博朋克Red 或直译为赛博朋克红 依旧是一款直笔游戏 将会在19年发售 作为连接2077的桥梁作品 而以上所有的游戏作品 从2013到红 他们的作者都是这一位黑人大叔 麦克康姆斯 也是2077的游戏顾问之一 而在13会展的某个访谈中 麦克大叔也有提到 蠢驴在制作2077这一款游戏时 也非常的尊重麦克大叔的想法 极大程度的沿用了麦克大叔 所创造的赛博朋克世界观的设定 所以很有可能 2077将会沿用 从2013到红的很多游戏设定 另外 麦克大叔也会出现在2077游戏中 在一次访谈中 麦克大叔说 在某一个时刻 银手约翰在弹奏吉他 而我会弹奏bass 我们知道在游戏中 银手约翰是 Samurai乐队的主唱和主音电吉他手 而贝斯手则是Henry 而在史书中记载 Henry的工作 是跟人类接触面板原型机有关的 有一天在工作时 一场意外把他的脑子烧坏了 而他不得不重建他的意识 那不知道各位观众老爷 对于本期视频有什么想法呢 你们还想知道 关于2077的哪些知识呢 不妨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吧 想要狂猜奋斗 关于赛博朋克2077 以及2077小讲堂视频的小伙伴们 可以关注这个游戏主战 和我创建的赛博朋克2077双三甲 我会在第一时间 更新关于2077的最新资讯 那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和支持 我是下转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 拜拜